而腳店過去牆是北市和上海舉辦雙城論壇的地點 而這次被爆出是違規的業者 他們喊冤說是交通部觀光局安排的旅客入住 而這名居家檢疫者是在22號零點才能解隔離 也因此還在時間內最後人由黃珊珊拍板需要列寧 北市府8月17號宣布北市旅館一般旅客和檢疫旅客不得混居 8月21號就等精華確定才延遲到傍晚6點宣布違規名單 18家非防疫旅館皆檢疫旅客通通限期改善 否則8月28號祭出懲處 之前這些客人是從觀光局的旅宿主勾握過來的 政府這邊的一些規定 我們其實也是盡力去配合 防疫的破口補掉 當然是補的過程也不用有辦法說123 然後叫人家馬上要搬旅館 所以我們也給他幾天的時間把這處理掉 不過至少這一次中央跟地方合作 這個破口給我補起來了 中央打破最初規定聽取北市建議 非防疫旅館收檢疫客 仕同違規業者 柯文哲不在逆時中還佔一條心 我們現在要防堵的是境外移入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一開始在講說 境外移入不要去住日租套房跟非防疫旅館 因為那個這樣我沒辦法控制 不要說我們什麼逆時中幹什麼 其實我們講的有道理 中央聽聽 他們其實內部也會討論 兩多向府院黨喊話不必對彰化下重手 現在14個藍營執政縣市主張跟進入境普篩 柯文哲責要國民黨先別急 你結果都還沒出來 你跟進什麼 看結果再來決定嘛 中央地方角力 柯文哲藍綠不得罪 但就怕這回綠宿大清場可能衍生後續問題 記者黃明珠為本宣SNG小組台北報導